美食天天有 去吃煲仔饭当中那种QQ的米 和那种腊肠油 浸润的那种感觉 但是到最后呢 我会发现我也去吃了几家 都出现了各种问题 要不然选米选的不够好 腊肠选的不够好 还有呢就是 它的这个包制的时间 要么就是底糊了 要么就是米不够Q 929反正就影响了口感 影响口感的情况之下 食客自然而然少了 少了以后它自然会被淘汰了 是 而且它也不好住 就是因为它需要不停的上火 上气啊这样 可能制作起来就有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但是如果我们自个儿 在家里做的话呢 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投入 就一定这道主食 那应该是相当的出彩的 是 那今天的我们的出彩主食 是什么呢 就是保仔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仔饭 所有需要的原材料 出彩保仔饭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肋排 腊肠 大米和香菜 调料是盐 鸡粉 白胡椒 酱油和白糖 为什么今天要在这个保仔饭 前面要加一个出彩呢 因为我们两个今天 亲自在现场监督 我相信这个保仔饭呢 一定会相当的好吃 是 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吧 这边有排骨 排骨 腊肠 腊肠 这个米 泡了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要泡制一些时间 而且我选用的是这种肠米 如果说像应该说的 那个圆的珍珠米的话 它比较软 辅助人喜欢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教大家如何制作吧 这边我们准备了一个 小的这种砂锅 但是呢 在做这个米之前 我们一定要记着 在这个锅的旁边呢 先给它刷上一层油 或者在里边倒上油了之后 我们先给它划满 划满 为什么要划满呢 这就是讲的一个小窍门 因为如果你不划满的话呢 米很容易粘在旁边 划锅 焦了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米呢 轻轻地附在旁边 它的出来的锅板呢 是微黄的 而且那又是很脆的 很香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 我们来看看 加的量要多少 好 这么多 就这样 划一下底儿 底儿先划一下 那个小勺子 这个底上 划满油 其实是挺重要的 因为那个到时候 这个微制出来 这个锅巴 焦的同时 它又很好取下来 那如果说没有划满油的话 它也是焦的 但是它就捏 扒在锅底里 完全取不下来 完了以后呢 你要洗这些砂锅 你就得泡半天 然后呢 才能够洗干净 还有一点 最主要就是浪费了 是 这时候已经全部划满了 那下面的步骤呢 我们就开始要 我们要先腌制一下 我们的排骨 排骨 那我们用这个小勺 来把调味料在里边 好 首先就要给它一点底味 一点点的盐 还有鸡粉 还有一点的这个白胡椒 一样去腥 对 里边要放酱油吗 不用 不用放酱油 酱油是最后 我们淋在上面的 就淋汁嘛 淋汁呢也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 把这个汁 嗯 放在 蒸锅上去蒸 去除呢 这种调味料当中呢 它特有的一个 生的那种味道 对 刺激的味道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直接调一个 这种料汁 里边加上 你喜欢吃的 酱油 酱油啊 糖啊 糖 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的橄榄油 或者加一点点猪油 就可以成为 我们自己的这种料汁了 最后饭煮好了 直接浇上去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时候 再把这个腊肠 切片一下 切一下 腊肠不是跟这个米饭一块下锅的 一定是这个米呢 已经 慢慢的变凝固了 我们把切好的腊肠 直接铺在面上就可以了 对 按照这种锅的话 就是 这个米 煮三分钟的时候 可以 把这些排骨 还有腊肠给它放进去 大家在这里呢 一定会问我们 如何挑选优质的 好的腊肠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 小窍门和小方法 如果是优质的 好的腊肠的话呢 你看它的时候 就是对着灯光看的时候 它呈现了半透明状 半透明 可是 如果不好的腊肠 里边呢 它就全是淀粉 是 只有少量少量的肉 你对着灯光 或者阳光看的时候 它就是全是糊的 根本透不出来 像这种就是半透明的 对 半透明的状态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放到旁边了 放旁边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把 其实我们的米里面 需要也是要加一点点的油 加一点油 它煮出来更亮嘛 它不容易粘连 对 这也是一个小方法 其实平时你在家里 煮米饭的时候 也是可以这样的 对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火呢 打开 小火 先小火啊 小火 再来小火 搅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把300克的米 泡发过一晚上的米 就直接放在砂锅当中 对 这个水够吗 这个水够 水量够 嗯 水只要没过这个米的 一点点就可以 因为它本身 它已经吸过了 一晚上的水 所以它已经是 里面薄薄的水了 所以说 不需要很多的水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 煮米饭的话呢 当然是需要 稍微量多一点的水 就是一定要没过 一个小手指截的那种状态 一点点 嗯 这个是泡发过 所以说只要稍稍地没过 一点点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吃那种 硬朗一点的米粒的感的话 就基本上只要跟它持平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 盖上锅盖 就由我们现在的这个火 给它 先微制三分钟 然后等它那个所有的这个水 气泡在滚的时候 呃 就把这个排骨 还有这个腊肠 全部先码上去 然后盖上盖子 再五分钟 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打开锅盖 来 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里边的水呢 已经开始慢慢地 少了 对 然后这时候把我们的这个排骨 平铺上 对 我选用的这个 是这种软的 勒排 这种叫勒排 就是它所有 它没有那种硬的骨头 都是软骨 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们所谓的脆骨 脆骨 你吃起来呢 它有肉 还可以呢 有嚼劲 有嚼劲 咯奔咯奔的那种 嚼骨头 铺到旁边 对 而且这种的软骨 我觉得它是最好蒸的 嗯 不会花特别长的时间 所以要这种骨头才好 如果说那种骨头 它出很多血水 让它也不行 对 接下来就把腊肠 对 腊肠铺在中间的位置 我们今天做的这种保仔饭的 它跟广东人做那种保仔饭的 是不太一样的 嗯 我们进行一个双拼 对双拼 然后呢 把这个放在中间 好 这时候就可以盖上盖子 好 这时候 呃 继续加热五分钟 然后我就关火 然后每隔五分钟 加热一次 一次为一分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来切一些什么 葱花啊 香菜末啊 等一会呢 就撒在上面 淋上汁 一半 一锅香喷喷的保仔饭呢 就可以品尝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请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整道保仔饭的制作过程 我们一起来等待它的出锅吧 出彩保仔饭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肋排 腊肠 大米 和香菜 调料是 盐 鸡粉 白胡椒 酱油和白糖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排骨中加入盐 鸡粉 白胡椒拌匀 腌制入味 腊肠切成片备用 砂锅内壁抹上油 在浸泡一片的大米中 加入适量的油 倒入砂锅里 水量以稍稍没过大米为宜 大米煮上三分钟后 放入排骨和腊肠 改中小火煮五分钟 关火 每隔五分钟加热一次 一次一分钟 反复五次 最后加入酱油和白糖 再撒上香菜即可 腊肠的挑选 选腊肠并不是颜色越红 就代表越新鲜 新鲜的猪肉色泽淡红 筋晒后的腊肠也是肉色 那些颜色太红的腊肠 只是用人造色素染成的 要注意避免购买 这个宝宝饭好了之后 一定要畅热吃 第一步揭开锅盖 第二步 把调好的调料倒进去 对 然后均匀地撒在面 撒上 然后等会儿要搅拌一下 对 你可以叫做排骨饭 也可以叫做香肠饭 对 我们综合的叫就是 香肠好香 出彩宝宝饭 出彩宝宝饭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到旁边 如果最后觉得不够 第三步 看好 这个香菜叶 我们直接把它给 撒在面上 撒在面上 这样我们一锅热腾腾的 香喷喷的宝宝饭 就已经制作完毕了 大家记住这三步了吗 没有 还有刚才你前面那个工程师 只要记住了 小醒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做出好吃的宝宝饭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下期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